我們所在位置是在屏東的恆春鎮 現在這個地方是在台26線 也就是恆春要往車程的方向 可以看到這個道路路邊 因為比較地外的地方 所以現在已經有一個淹水的情況 大概比較深的地方 是水淹到腳踝的這個高度 所以像是在路邊 其實已經被公路總局放置了 四個三角錐 現在如果說是機車 這個機車到要通行的話 變成就是得跟汽車來徵道 主要這個地方是因為兩側比較低洼 加上又沒有排水溝的關係 所以從中午大概是11點多 一直到下午3點多 這個積水都還沒有退去 那麼事實上在恆春鎮的部分 在今天測得的日雨量 也有106毫米以上了 另外其實在整個恆春地區來說 從今天上午開始 其實雨勢就大大小小是不斷地下 那麼在今天恆春的部分 相較於昨天天氣是比較更為惡劣的 而且這個空曠的地方 也會有這個強風來出現 所以像是也傳出了零星 包括路樹倒塌 或是有扛棒倒塌的一個情況 那麼現在恆春鎮的部分 因為今天受到了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所以風雨都還是持續 以上是我們來自恆春的最新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